第四集 那是一种类似于痴痴的响动 非常像撕开破布条的声音 但比那种声音又多了几分黏腻 这种声音过后就是狗吃食的声音 刘畅家以前养过狗 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 但是此刻这种声音传出来 却让它有一种反胃的感觉 它躲在车的后面不敢出来 它知道狗的听觉有多么的灵敏 所以连呼吸声都压到了最低 不过刘畅还是小看了动物的敏感度 三只狗在吃饱喝足之后 竟然齐头并进地 转头走向了它藏身的地方 原来它们早就知道刘畅的存在了 紧紧地攥住撬棍 刘畅的手心已经浸满了汗水 夏天本来就热 此刻它更是冷汗直流 想跑但是理智告诉它 不论是疯狗还是野狗还是家狗 都会本能地追逐逃跑的东西 而且关键的是 人从来都跑不过狗 所以逃跑是必死 虽然面对面也几乎是必死 但刘畅还是选择站在原地 三条野狗凑上来 站在离刘畅一米远处 用星红的眼睛看着它 刘畅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强忍着表情没有露出害怕的神色 它看着那三只野狗 躺血的嘴巴 心脏光光光地 剧烈地跳动着 三只野狗也不知道是吃饱了 还是怎么的 公鸡的欲望明显没有之前强烈了 就站在那里 正正地看着刘畅 而领头的那个 在远处嗅了嗅这边的气味之后 灵敏的鼻子被刘畅身上刺鼻的香嘴 被鸡的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随后就对它失去了兴趣 摇着尾巴转头离开了这儿 其他两条狗看到领头的离开 也转身引入到雾气之中 危险离去 刘畅把淤积在胸口 不敢喘的那口气 重重地吐了出去 随后狠狠地深呼吸了几口 走向了那个警察的尸体 那尸体已经被啃尸得面目全非 脸上什么都没有了 胸口还有肚子都被破开了一个大洞 里面的血肉也已经不翼而飞 看着这么恶心的画面 刘畅强忍住干呕的感觉 把地上那只 他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手枪 给捡了起来 和大部分的学生一样 刘畅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手枪 但是由于手枪构造并不复杂 他站在原地摸索了仅一分钟 就了解了保险和弹夹的构造 原地试开了一枪 他可没用过枪 可不想在关键的生死时刻出岔子 一枪之后 他检查了里面的弹夹 只剩下两发子弹了 警用手枪无法和军用手枪相比 警用手枪的威力很小 同时弹夹的容量也很小 通常只有六七发的子弹容量 刚才被那警察用去了几发 这又试开了一发后 里面的子弹仅剩下两发了 再次在尸体上翻找一番 刘畅仍旧没有其他的收获 可是他知道 本来中国的警察是不配枪的 现在碰上一个有枪的已经是幸运了 所以也没奢求多出多少子弹来 而且现在这情况 这些有效杀伤只有五十米的小手枪 根本不能应付外面的情况 有这么一个手枪 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 现在别说给他一把没有多少子弹的小手枪 即便是给他一把冲锋枪 面对外面瞬息万变 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 也是无济于事 所以擦干了枪上的血迹 刘畅把手枪收入到怀里 用浓郁的香水味 遮盖了上面的血腥味 再次踏上了回校的路程 所有群居动物的本能就是 遇到不可力敌的危险的时候 总是喜欢和同类聚在一起 刘畅也不例外 再次一路走了十几分钟 刘畅终于摸到了学校的大门 而此时的学校门口已经来了不少的人 还显得很拥挤 大部分都是一些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女 应该都是血雾降临之后赶过来的学生家长 行之本来就是一个复习生的寄宿学校 人少 学校小 而且都是本地生 乍一涌来这么多人 拥挤的人群几乎塞满了整个校园 虽然只能看清面前三米左右的距离 但是从远处西西苏苏的声音就可以分辨出 此时校园内的人口密度有多高 刘畅甚至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些老人 那些人应该是学生的爷爷奶奶之类的 抱着心中的一丝西迹 他挤在人群中寻找着可能出现的那两个熟悉的身影 可是足足找了一大圈 刘畅也没发现自己父母的影子 他摸索着回到自己的班级 这里也是闹哄哄的一片 喂 眼镜 眼镜 看到我妈没 你妈长什么样 复习学校开学没几天 大家说陌生不算陌生 说熟悉也不算很熟悉 眼镜确实没见过刘畅的父母 刘畅急得一跺脚 脚踝出的伤口又传来麻麻痒痒的疼痛 算了 那刚才有没有人来班里找过我 没有 刚这一个多小时 来了好多家长 几乎全校学生的家长都涌过来了 有些老师就用广播组织家长认领学生 可是不知道怎么着 话说一半那广播就坏了 应该是被小虫子咬断的吧 现在整个世界都乱套了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收集点食物啊 眼镜看过很多的末日书籍 知道食物永远是末日中的稀缺资源 两人说着话 刘畅转头看向了教室外 食物是肯定要的 但是太多了我们也守不住啊 而且 这个末室里似乎不是那么缺食物 外面长了很多很多各种植物 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也不见得 两人说话的空档 好学生刘涛走过来 他也看着外面说道 这些植物虽然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 只是生长速度快了些 但是 现在学物才降临多久 仅仅不到两个小时而已 天知道它们明天和后天会起什么变化 更何况 这红物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准备食物的事情 永远不先走 也是 刘畅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现在虽说是末世 但是现在刘畅的心思 却不全放在为以后做打算上 他心里已经被其他事情占据了 父母亲人 永远是最危险时刻的羁绊 虽然平时嫌他们唠叨 嫌这个嫌那个 甚至互相看不对眼 但是到了危险时刻 最想的就是他们 这点从学校那为数众多的家长身上 就能看得出来 末日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末日 现在怎么办 还有 你爸妈呢 我爸妈 一直都在北京打工 刘涛摆了摆手 看了一眼站在眼镜身后 没说话的父母 现在的办法就是等了吧 胖子也从旁边凑出来 他身边站了一个 比他还胖的中年妇女 想来应该是他的母亲 嗯 现在还不知道 这奇怪的大悟能多久消退 刘畅 你刚才出去了一趟 外边什么情况 很危险 似乎各种植物和动物 都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一边 而且一边还在持续 跟我们来的时候 看到的情况差不多 只能等军队来救援我们了 军队会来吗 刘畅用疑惑的眼神 看向刘涛三人 三人同样也是疑惑 因为几乎所有 末日类的影视刊物中 军队对平民 没有起过什么积极作用 最终的最终 想活下来的人 还是得靠自救 更何况在这个 红雾的世界中 人们能见度不足三米 枪支坦克的作用 被降到了最低 因为谁也不知道 开枪会不会射中自己人 而坐在坦克里的话 就根本连外面的世界 都看不清了 浓雾会糊住 所有的可视窗口 至于飞机 雾天就更不能起飞了 而且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 下一秒会起什么变化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 丧尸 虫族 这里什么都没有 这里还是以前的地球 只是一切生物都变了个样子 所有的生物似乎都像 处在食物链顶端 数万年之久的人类 发起了挑战 人类要做的 就是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 而刘畅认为自己要做的 就是活下去 我们不如先占领一个便利店 那里应该有不少的食物储备 而且店小 我们容易守卫 这里闹哄哄的一片 也没有个能主事的人 迟早要出乱子 这想法可以 妈 你怎么看 我还是感觉回家比较好 我们同意去便利店 人太多容易出乱子 人太少 有没有自卫能力 我们同意 那我们也去 刘畅 你呢 我在这 想等我爸妈 等你爸妈 刚才我回家 看到妈妈不在家 就给他们留了个字条 说让他们来学校找我 我现在走了的话 恐怕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你要等多久 最少要等到天黑 那我们陪你等吧 反正也不急于一时 胖子刚说完这句话 就被他那个更胖的母亲 给拉到了一边 刘畅不用想也知道 他被拉到旁边之后 他母亲会跟他说什么 那是一个充满了 市井气息的女人 平时没什么主见 这点从他去便利店前后 态度的巨大反差 就能看得出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对胖子那份母爱 绝对是够真挚 不然也不会 红雾降临之后 第一时间赶到这儿 他不想和胖子 落下大部队 就把他拉到一边 说些不要等的话 所以刘畅看了一眼 他们之后 就憋过了头去 其实你们先走也没关系 我在这儿等爸妈 要是等到他们了 我回头去找你们 刘畅随口说了一句 但是谁都知道 在这个没有通讯的 浓雾的世界中 两拨人的分开 就意味着可能 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听了刘畅的话 胖子和眼镜脸上 露出了别扭的神色 随后被他们各自的父母 拉到了一旁 那两家大人冲着刘畅 露了一个微笑 那我们就先走了 那我们也走了 随后就急匆匆 拉着自家孩子 离开了这儿 两三步之后 雾气引没了 他们部分的身形 让人看得模糊 只剩下一个人留在这儿 我留下来陪你吧 刘畅在刘畅的身边 找了客桌坐了下来 反正我也见不到 我爹妈了 就留在这儿陪你吧 出去也没个认识的人 刘畅听了他的话 有些惊讶 要知道 平时在寝室之中 刘畅是最不合群的一个 因为他每天 课余时间的80%以上 都在看书学习 所以很少和其他人交流 而且由于喜欢 卖弄他的知识 相对来说 其他三个人 都不是太喜欢他 所以这次选择留下来 陪自己的竟然是他 让刘畅很是意想不到 刘畅走吗 你们走吧 我留下来陪他 等到日落前 等不到他父母 我们就会结伴离开的 刘畅冲着两三步 开外的几个模糊的人影 摆了摆手 那边的人 回应了一声之后 就离开了这儿 仅仅一步 刚才模糊的身影 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其实你不用留下来陪我的 犯不着 你是想说 我没有那么深的交情是吧 就算交情深 也犯不着干这种事 或者不想跟那两家子人 在一起而已 有烟吗 我不会抽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而且你不是也不会抽吗 横叔没事 气氛现在又这么压抑 就想抽一根 我以前不抽烟 是舍不得烟钱 现在末日来了 谁还在乎那点烟钱 说的也是 刘畅笑了笑 从背包里掏出了几块糖 递给刘涛 我们演 用糖凑合一下吧 糖果可是末日里 最抢手的高热量食物 不怕浪费了 包开糖纸 刘涛把糖塞进嘴里之后 含糊不清地说 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那两家子人在一起吗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 我容容不进去 那是两个家庭 而我是个孤儿 孤儿 听了这话 刘畅心中一颤 随后下意识把手伸进兜里 摸到了父亲那一结伴的手指 此时手指上的皮肤已经失去弹性 被他轻轻地一捏就是一个小坑 再也返回不了原来的模样了 嗯 孤儿 刘涛看着外面血红色的天 没有再说话 两人就这么等了一会儿 直到等到焦急无聊了 刘畅出去又转了一会儿 看了看外面的情况 又回来继续等 时间说过得快也快 说慢也慢 这么折腾了两三次之后 天色渐渐地黑下来 刘畅的父母还是没有如期而至 刘涛和刘畅两人站在学校门口 看着外面荒草遮天的世界 这草都长得有半人多高了 再等下去 估计明天就完全看不到路了 这外面的世界 现在越来越危险了 是让我想起了危险的亚马逊丛林 你知道的 丛林法则中 夜晚永远要比白天危险十倍 嗯 不得了